弟子在礼仙,在礼佛忏悔时,常有很多妄想,读诵经书时也一样,不知要如何做才不会有妄想,弟子学佛才不到念念,请似乎慈悲开始。 你学佛两年妄想这么多,是很正常的现象,到什么时候你妄想再少呢,大概学佛十年二十年,你时间不够啊,这个事情很正常,不要放在心上,不要为妄想忧虑,为妄想忧虑,你的妄想越多,妄想来了时候根本不理它,妄想就没有了。 所以你要把精神,意志,集中在念佛,集中在读诵,当中其妄想根本不理,你的妄想一年比一年少。 所以功夫很得了的时候,大概总是三年到五年,一个小时还会有四五次。 一个小时里头一个妄想没有,至少要十年功夫,所以大家要很认真努力。 那么在中国从前没有这个钟表啊,用长箱,我们用箱作为时间的单位,那一只长箱是一个半小时,那普通短箱是一个小时。 所以我们一般拜佛送金呢,都燃一只香,让一下时间,不要看重。 拜佛也是如此,拜佛也不必祭祀,祭祀很累啊,你心不清静啊,因为拜佛又想,我拜多少拜了,这个就是打仙叉了,你怎么得清净心呢? 也不能断妄想呢,所以烧一只香好。我拜佛拜一个半钟点,一个半钟点,香烧完了,我就拜完了。 用这个方法好。